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女人便会产生依赖 危机感也随之而来 为了留住爱情 她们又开始变得主动起来 这时候我们留住男人的手段就不再是年轻的那样 但靠艳丽的外表了 对于爱情 每个女人都对其充满了渴望与期待 期待着自己的白马王子有天能像童话故事里面那样 从天降到自己的面前 毕竟 拥有一段美好的爱情 可以让一个女人变得越来越好 越来越漂亮 爱情源于对彼此的爱 需要彼此之间相互包容 然而 爱意产生之后 不一定会一直存在的 它是需要两个人不断地去维护和呵护的 在两个人的相处过程中 如果有一个人不真心对待 那么你就成功地续上了你们之间的爱意 这个时候 你们的感情会变得更加的牢固和更加的长久 在想进攻男人内心的时候 女人通常可以分为两类 低情商女人和高情商女人 那高情商的女人是怎么使用工心剂 攻入男人的心理的呢 1.常常使用套路 自古套路最得人心 大家同样去做一件事 按正常流程来做的 有时并不一定会收获到你想要的 但是有的时候 你如果使用一些小套路 可能就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在一个男人相处的过程中 懂得玩套路也是非常重要的 它能够让你更加顺利地征服一个男人的心 在这个时候 高情商和低情商的女人就体现出她本身的价值了 比如 当男人半夜在外面和兄弟聚会的时候 低情商的女人通常都会非常生气 然后就会不停地打电话 各种吵闹 这个时候 男人是不会回来的 因为你的做法让他会觉得失了面子 从而对你心生厌烦 反之 高情商的女人们 往往都会选择轻言细语地关心对方 只字不提回家的事 只会表达关心 顺便再撒撒娇 这种情况下 一般男人都不会生气 反而会有一种被重视的感觉 这便是套路的力量 还有一个小技巧是引导付出 毛母说过 女人像你的影子 你追她 她跑了 你躲她 她却追来 事实上 男人也是相似的 只不过男人是 你讨好她 她不懂得珍惜 你引导她 她才越来越爱 引导男人付出 就会让她舍不得离开你 总有些女人在恋情里 喜欢保持自己的清高 不奢求男人一点点付出 哪怕男人主动了 她也会选择拒绝 但事实上 你的懂事体贴并不会让男人感动 相反 她会觉得你可能根本不爱她 所以慢慢地 男人也会忽略对你的付出 你可以发现 有些总是在爱情里索取的女人 反而能得到更多爱 明明她一直都在无力取闹 甚至总是要求男人 被她买这买那 但是男人就是离不开她 这就是因为男人付出的太多了 以至于在情感的记忆下 最后不自觉地舍不得离开了 人都如此 当你对某一样东西 付出了太多的金钱和精力时 你便会不自觉地加深对她的感情 纵然想要离开 也会舍不得 男女之间也是如此 男人对你付出的越多 就越是离不开你 不信你可以试试看 其实 人都是趋利避害的生物 兴许这个男人一开始 并没有多喜欢你 但因为在日常相处中 对你付出的太多 所以他便舍不得离开 二 懂得打扮自己 回望历史 男人对漂亮女人还是比较感兴趣的 没有一个男人是不喜欢漂亮的女人的 有这样一句话 所有的一见钟情 不过都是见自己一罢了 有此可见 外貌在第一印象是十分重要的 如果你有一个很好的形象 那么至少可以确保 男人的注意力可能会多一点放在你的身上 因此 高情上的女人都知道 多花时间和精力在自己身上 而不是像一个保姆一样 整天为对方服务 而抓不住事情的重点 不能对症下药 俘获男人的心 也许你会说 我天生就是这样 我的这张脸是我爸妈给的 长得不好看 身材也不够匀称 这不能怪我 但是 你要知道这个世界上 从来都没有丑女人 只有蓝女人 都说人靠仪装 马靠安 只要你会打扮自己 学会自己装扮自己 那就可以让自己看起来非常的漂亮 脸蛋是可以后天保养后装扮的 身材也是可以后天练出来的 三 深入对方的内心 两个人在一起久了 难免会发生各种各样的矛盾和中途 当感情出现问题时 不必过于惊慌 而是应该沉着冷静地应对 积极想办法化解 如果我们在一起总是不停地争吵 不愿意设身处地为对方着想 也不懂得给彼此成长和进步的空间 那么这段感情早晚会变淡 无论男女 面对感情都应该掌握适当的分寸 一方面 你不要过于冷落对方 不要让他在感情中没有存在感和归属感 另一方面 你也不要过于热情 不要过度依赖对方 如果你的存在 变成对方的困扰和负担 他可能会逐渐疏远你 在现实生活中 跟对方相处的时候 大多数女人都只看到了表面 而没有深究其内力 因而 在两个人相处的过程中 总是出现错误的判断 让对方对你心生厌恶和无奈 那些情商比较低的女人 就只会自顾自得为男人付出很多 认为为对方付出了就可以了 却不会去关注对方到底需不需要 是不是这样想的 到最后导致出现男人无奈 女人心酸流泪的局面 而高情商的女人 大多数时候都是多说少做 会好好地跟对方进行沟通 而并不是自己一味的付出 其实 每个男人心里 都是渴望自己能够找到一个知己 能够懂他 知他 因此 要抓住一个男人的心 你就要深入他的内心 成为最了解他的那个人 说到底高情商的女人 就是多从自己和对方的角度出发 用最少付出收获最多的爱 说白了 就是要学会了解对方 用自己的真心去对待对方 再偶尔地制造一些浪漫的细节 当你做到了这些之后 一个男人自然就会被你迷惑 从而会对你交付出珍惜 如果你做什么说什么 都表现得很较真 不会圆滑地处理你们之间的关系 那么你们之间的相处就会非常的无趣 而高情商的女人 往往都可以给人带去快乐和有趣 那男人又怎么会不喜欢呢 除了上面我说的这三个技巧 平时我们可以多向男人示弱 激起男人的保护欲与占有欲 因为男人有两大软肋 一是看不得自己深爱的女人受苦 二是对优秀的女人念念不忘 男人都追求那种驾驭爱情的征服感 女人当然需要高傲 但是过于强势的话 反而不招人习惯 所以偶尔向男人撒娇示弱的话 肯定可以能直击他的灵魂 撼动他的内心 愿你幸福 文章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觉得文章还不错的话 欢迎把文章分享出去 您的每一次点赞和转发 都是我们进步的动力 世界很大 让我们在听书阁一起成长 另外听书阁现在开设了一个新栏目 听见您的声音 栏目会在每周三晚上八点 和大家分享一些听众的情感困惑 大家可以在视频下方 发表您的看法和建议 灵眼希望大家都能怀着最大的善意 发表言论 如果您想和大家分享您的情感问题 可以发送到我们的邮箱 预设我们可以将您的来信 制作成视频 请放心 我们会对您的个人信息 尽情保密 如果我们采用了您的故事 会在发布的时候回复您 您可以查看大家的评论和建议 世界会因善良而变得更加美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